身穿紫色花朵日式和服 头发别上紫色煮花发沾 再夹上翡红和白色漸层 这样的花形叫做日本苏米亚细工布花 更是常在和服御衣上搭配的精美饰品 日本人女士呢 她就会用那个剩余的和服的布 来做切成小方块 然后把它做成花瓣 然后就做成一个饰品 那大部分是用在头饰胸花 那早期的话 在歌舞那个异技的时候呢 他们很流传的那个典型的 很就会用在那个花毡头发饰这样子 学生们拿着镊子 仔细的把日式布片对折再对折 调整出所需要的花瓣叶子形状 再粘贴在平台上 一片片的照着顺序粘上 就成为不同样式的大小花朵 可以制作成胸花 法饰模样相当的细致 它是利用一个小方块 然后折成两种 它的成型方法有两种 就是一种是顽形 就是马鲁的形状 就是圆形的 那有一种是剑形 就是射剑的剑 那个剑形 它是比较尖的形状 那就是这两个基础 然后再去做演变的 会馆是在1930年成立的一个很简约的会馆 那在这个古色古香的一个会馆 日本的雄花特别非常有意义 内湖公民会馆经常举办各式课程与活动 这次的日本戏工布花课程 一开放名额马上秒杀 居民相约来参加社区活动 一边学习新知 一边与邻居联络感情 何乐而不为 台北大台北出位新闻草德华 采访报导